喝这么多 我交了个代价 送你回家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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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 我来送你吧 这么巧 韩总 你觉得 你这件事处理成这样 就算完了吗 我相信 这是季星在他所处的位置上 能给出最好的应对措施了 东阳的公关团队也会持续跟进 消除负面影响 你不认识 一个钉子 钉进木板里 就是请最好的工匠 把它拔出来 你觉得 木板上不会留痕迹吗 爷爷说得是 相信季星以后 会做到未雨绸缪 之前是不知情 下次曾迪再闹这种事 季星会从容应对 小迪 这跟小迪有什么关系啊 是曾迪 唆使张凤美的丈夫闹事 这个小丫头 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已经点好菜了 你看有没有什么想加的 看有什么想加的 饭就不迟了 什么事 谢谢 对于收购朱氏要谢 你有几分把握 管好自己的事 按照你的规划 为了提升股价 拿下朱氏要谢 是你必走的一步 长河也在跟朱厚宇接触 如果收购不成 你总不会想靠星辰 来提升股价吧 毕竟按照星辰科技 现在的发展速度 还做不了顶两柱 还有别的事吗 你就那么不在意同科 同科有任何动作 都不该是你给我消息 韩婷 我是想帮你 广华股份转让协议 我已经让投资部发给你了 尽快给答复 你确定这个时候要把我推出去吗 离开东阳 广华会立马加入同科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 广华是你的 这是你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理智的人 没想到也这么意气用事 壮大你的对手 你不担心 我要是一系用事 早在你跟长河暗中来往时 我就该有动作 长河对你挺好的 好好跟人家相处 卖消息这种事不要再干了 对你不好 你不担心 韩婷 季欣见过你这样解决的样子吗 酒 mild 学书 慢走啊 失去别晃啊 学书 慢走啊 谢谢 拜拜 喝了这么多 我交了个代价 送你回家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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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点 我来送你吧 这么巧 韩总 我们刚刚在这儿和院里的同事吃饭 纪总想了解一下先锋项目的事 我还有点事 就麻烦韩总送纪总回家吧 我先走了 慢走 再见 再见 拜拜 谢谢啊 逸辰 放心 拜拜 你找邵逸辰帮你对接先锋项目的申请 他帮了我不少 帮忙还让你喝这么多 喝酒是我自己想喝 自己想喝 你能不能不要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你跟曾敌在里边吃饭 我问你了吗 好 先上车吧 我回自己家 回自己家不也得先上车吗 走 上车 我自己打车 走走走 走 走 爸爸 要不您 纪总 我现在送你回家 麻烦了 你 这个 我也 喜欢 我 去了 ,我 我 我 事 啊 你说他一条信息 一个电话都没有 怎么可以这样呢 他不知道我在生气吗 以后你谈女朋友 可不能这样 这样女孩子会伤心的 会不开心的 知道吗 童小龙 你是不是傻 你又忘了带钥匙